哈喽大家好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只小鸟的教程 首先我们调出笼墨 然后笔上的水分稍微少一点 我们可以先从嘴巴开始勾 因为这种是固定状态的鸟 是一个没有运动的鸟 如果我们画那种有动态的鸟的话 可以从背部或者是翅膀开始画 那这种固定状态的 我们可以从它的嘴巴开始 然后接着眼睛就在嘴巴稍微上面一点的地方 这个眼睛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画得圆润一点 稍微圆润一点大一点 点眼睛的时候注意留一点白出来 这样就会显得它的眼睛炯炯有神 就像一个高光一样 接着我们压一压它的额头 压一个头部的形状出来用小笔 前面额头这一块呢 要跟嘴巴这一块是能连接上的 压完前面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加一点点水 让颜色稍微变淡一点点 再接着把头部的形状 再把它压完善一点 这边呢可以带一些这样的 碎碎的这种绒毛出来 小的这种碎笔 然后到这一块 脖子这一块 可以稍微的这样带一笔 圆润的这样带一笔 把它嘴巴的形给它带出来 好换完这些之后呢 我们稍微补一下这个头 这个头这有点小了 把它补到跟这边相连接 好换完这些之后 我们接下来用藤黄 藤黄调一点珠砂 或者藤黄调一点珠标 都可以 这个颜色呢可以稍微的淡一点 也就是说水分可以稍微的多一些 但是呢也是要顺着它的形体去画 接着我们画它的这个身体 身体的话要把它画的饱满一些 从这个位置开始 这样饱满的往下画 好这边呢 从这个下巴这个位置开始 诶 再拉一笔 这样呢它的身体呢 我们就画完了 好接下来等它大概是 七八分干 等它这个身体快干的时候 我们有胡兰 来接着画它的翅膀 胡兰呢就是笔上呢 颜色可以稍微浓一点 笔尖的颜色稍微重一点 颜色纯一点没关系 来画它的翅膀 来画它的翅膀 从它的这个 背部这一块 压出来 稍微淡一点点就可以 下面呢是飞鱼的部分 那我们暂时可以不画 等会呢是用慕斯去画 好画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淡墨 用淡墨画一根枝 等会它是 站在这根枝上 诶 我们可以用淡墨 只要画一根枝下来 然后呢接着我们用小笔 还是用小笔 然后调回浓墨 小笔沾浓墨 等翅膀 等这个翅膀八九分干 我们再画一下飞鱼 然后等这个杆子 差不多干了之后 我们再把脚画一下 就这样呢我们用浓墨 把爪子画出来 爪子呢只要画三根就可以 因为后面还一个是我们看不到的 这三根呢形成这样的一个三角形 勾住 勾住这个质干 好然后接着呢我们调一点水 把这个墨稍微调淡一些 好水分呢也可以稍微少一点 现在呢我们就来画它的这个飞鱼 这个画的时候呢速度要快 要这样一笔一笔往上带 这个画的时候呢速度要快 要这样一笔一笔往上带 那两笔小笔出的尾巴 那两笔小笔出的尾巴 好接着呢再用这个弹幕 水分稍微少一点 我们可以把眼睛稍微圈一圈 眼睛画的时候要注意 哎还是把这个高光的位置要留出来 这样它就有那种 很亮的这种感觉 有那种blingbling的感觉 那接着还是用这个弹幕 然后呢接着把嘴巴 稍微的填一下 有喜欢国画的朋友呢可以点赞收藏 有时间呢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 一起画一画